在远离繁华都市 海拔近千米的福建平河县大青山上 台商吴松柏离梦想又进了一步 他筹划13年在祖籍地酿造的威士忌酒 7月份开始便可获准上市销售 今年67岁的吴松柏 1989年从台湾来到大陆投资创业 家族长辈曾告诉他祖籍在福建 但不知具体是何地 为此 吴松柏在经商的同时也开始了寻根之旅 2001年经过多方打听 吴松柏领着家人捧着家谱 先后四次来到张州平河县大西镇寻根 仔细核对后终于找到了祖籍地 胡四宜盆村 在祖宗出生地 然后我们后裔后代的子孙 能够回来看一看 这是我们的第一冤枉 然后最好的不但是来看一看 还能够跟祖宗共同发展 他所积蓄过的地方 寻到祖籍地后 吴松柏便经常返回大西镇 2007年疑似偶然的机会 他发现大秦山的水质气候等条件 适合开设酒厂 于是便自费4000多万人民币 修建一条10多公里的盘山公路 随后陆续投资10亿人民币 引进威士忌蒸馏生产线 项目铜场等配套设施 以酒业加观光旅游的模式 建设旅游综合开发项目 这样子我看了这1、10年来的观察 真的现在就开始要着重的 就是走冷门 然后就是可以比较有持续性的 因为热门的东西 它是很快就昙花一现 看起来比较冷门的 它反而时间会比较持久 如今随着纯麦威士忌蒸馏生产线投产 1500亩观光生态茶园 9.8公里旅游主干道等配套设施相继投用 大溪镇威士忌风情小镇出具雏形 同时 吴松柏的企业也吸引了很多高学历的台湾青年前来就职 现在是真的大家都往经济方面 从年少的还有青年人还到来 都往着他们在努力 所以说他们来这里 只要有机会进来 他们都很乐意 因为现在全世界的一种不景气 所以说大陆对他们是很大的吸引力 近年来 大溪镇通过企业加基地加贫困户的模式 推进产业发展和脱贫攻坚有机结合 由吴松柏投资兴建的旅游综合开发项目 是大溪镇乡村振兴扶贫开发的重点抓手 他也期待该项目能早日与扶贫产业嫁接起来 DNA就是张州人 所以说张州的兴旺发达 跟张州的一种发展的势头 我们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一种叫做责任与义务 十三年酿意酒 如今即将收获成果 吴松柏希望能借这杯玉露穹江回馈祖籍地 带动大溪镇持续向好发展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